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随着张凡的手上力道越来越大 大胖子脸上的痛苦也变得越来越浓郁 直到最后他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望向张凡满脸的祈求 先生 先生 求求你放手吧 我再也不会对那个姑娘动手了 面对拥有强悍实力的张凡 大胖子再也强硬不起来 他只能是服软 听到这话 张凡倒是也没有再为难他 慢慢地把手给放开了 他出手的目的 是为了防止胖子打人 如今胖子已经承诺了 不会对空姐动手 所以张凡也就没有必要 再为难他了 在张凡放手那一刻 大胖子迅速地把手给抽了回来 而后轻轻地揉捏着 被张凡用手攥过的地方 张凡没有理会他 直接便转身回到他的座位 经历过此事 胖子也不敢再叫嚣了 陈务长和大眼睛空姐 也从胖子身旁离开 空姐到了张凡的面前 重张凡满脸感激地说 先生 谢谢你为我解围 谢谢 好 没事的 张凡淡淡一笑 摆了摆手 说话的时候 他在空姐的脸上打亮一眼 略作犹豫 又中空姐勾了勾手 见张凡中的攻守 空姐先是一阵 而后往张凡的身边凑了凑 先生 有什么事吗 你让你妈他们那一辈的人 或者是更老一辈的人 找个悬门中人或者是仙家 帮你父亲看看 后续你父亲的病就可以好了 张凡看到 空姐父母公主妇的位置 有着一团黑气轮绕 这黑气外围 有着一抹妖异的红光 时不时地闪烁 这便证明 空姐父亲的病 并非是纯正的 生理上的病症 而是恶鬼 或是邪髓造成的 一听这话 空姐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差异 妄想张凡的目光里 带出了一抹疑惑来 她一直是在接受现代化的教育 并且一直也生活在城市里面 从来没有见过灵异事件 即便是听说过 她也从未当过真 她信奉的是 只有医院才能把病给治好 张凡忽然说这样的话 让她一时间有些接受不了 张凡又看了看空姐 她大致也猜到了空姐的想法 开口说 好了 你去忙吧 她和空姐不过是一面之缘 根本没有什么过深的交情 她也没有必要 向空姐解释太多 点到为止便好了 空姐愿意相信 那便相信 不信的话 只能是算了 听到张凡的话 空姐默默点头 面带思索 转身离去 但是她没迈出几步呢 一个念头 在脑海中闪过 这不对啊 这位先生 怎么就知道自己父亲生病了呀 想到这里 她猛地转头 把目光投向张凡 不过 张凡已经把眼睛闭上了 空姐犹豫了一会儿 也没有把张凡叫醒 而是走向了远处了 但是 在她内心深处 却对于张凡产生了浓郁的好奇 她实在是想不通 张凡是怎么知道 她的父亲生病的 时间过得很快 等张凡再次醒过来 从窗外望去 天已经逐渐地黑了 她拿出手机来一看 已是晚上七点四十 如果飞机正点到达 还有二十分钟 便要降落了 张凡伸了个懒腰 扭动了一下脖子 而就在这时 那位空姐又面带笑容 朝张凡走了过来 把一杯白水 递在张凡的面前 先生 喝水 啊 谢谢 张凡点头 当她把目光 落在空姐的脸上时 她目光不有一顿 与此同时 眉头也是微微一皱 发现张凡的目光 空姐下意识摸了摸脸 然后 对张凡问 先生 怎么了 我的脸上 看到这一幕 坐在张凡身旁的方眼 也看了一眼张凡 哈 没事 张凡笑了笑 把水杯浸了过来 而后 空姐便离开了 张先生 她的面相 是不是有了什么变化呀 方眼中张凡问道 张凡 则是微微点头 没错 挺有危险了 张凡看到 空姐的极恶宫位置 有着一团 灰气在轮绕 张凡睡觉之前 可没有发现 空姐极恶宫的位置 有着一团灰气的 那怎么办呢 方眼下意识问 短暂思索了一会儿 又从张凡 实态性地问 要不要把这个情况告诉她 让她小心一些 说完了 方眼 有一些发愁的挠头 即便把这个事情告诉她 可如果真的有人 居心叵测 她一个女孩子 恐怕也很难躲避灾难呢 张凡看了看方眼 也没有说什么 这时候 机舱喇叭里面 传出了一个 清脆的女声来 欢迎各位乘客 乘坐此次航班 我们即将进入 萨拉国际机场 谢谢大家对我们工作 一路的支持和理解 喇叭里的话音刚落 张凡便伸出了一种失重的感觉 这种感觉一直在持续 过了五六分钟 张凡才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 又过了几分钟 飞机缓缓地停下了 众人起身 纷纷朝着机舱的舱口位置走 张凡和方眼 便跟着队伍一起下了飞机 先生 你空姐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办呢 咱们稍微等等 等得出来以后 提醒她一下 让她小心一些 心里也好有个准备 此刻的张凡也想不出 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她虽然也能够看出来 这空姐有危险 但是 这危险具体什么时候发生 她并不清楚 她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地 陪在这名空姐的身边 另外 这空姐估计也是不会答应 让她时时刻刻陪着的 稍微提醒一下 这也是张凡如今 能做的最多的事情了 也只能是这样了 方言说话的同时 她眼皮轻轻跳了一下 正好看到那个空姐 从梯子上面下来 并且 在走下的过程里 空姐的双眼 在私下搜寻 好像是在寻找什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我们下个解决了吧 但我们下个解决的 请不吝点赞留言